这个女孩的世界里只有她自己和她的爱情 其实并不太善于关心别人 她只能成为男人的负担 坦白说我压根就不信这男的说的 什么事能让她离开自己爱的人 能忍心看着真正自己爱的人那么伤心欲绝呀 我倒可以理解就是说 她想把这个情感放一放 但是她的处理有问题 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个工作和财务上面 出现这个问题和状况 精神压力非常大 那要按这个逻辑的话 只要事业上受到了挫折 恋人就得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夫妻就得分居一段时间 那这样岂不天下大乱 这要看她选择的恋爱对象 或者是她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真的能够相濡以沫 能够一起同甘共苦打拼的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不存在问题 这就是爱情和婚姻的真谛呀 我觉得这个意思说 我愿意不信 我愿意不信这三年 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我愿意再吃 我愿意再吃 爱情中关于物质和精神的选择 会让一些人迷失方向 王迪在遭遇物质困难的时候 选择了与杨纯分手 却导致了恋人精神世界的坍塌 杨纯的告白获得最终的成功 再次牵手的杨纯和王迪 以后的日子也许会充满着困难 但相互扶持 他们已经得到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坚守 幸福地走下去 像这么两个人 女人好好想想 男人此时正在经历过的苦是什么 男人也好好想想 其实爱情生活当中 真正拥有的不是享受 恰恰是一起挨 一起过关 一起在生活当中面临苦难